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人 你这是 你不是机器人吗 你怎么还需要洗澡 因为我的身体很仿真 需要像人类一样定期清洁 才能维持良好的弹性和触感 知道了 我先出去了 你慢慢洗 顾总 您的心跳突然加快 血压也升高了 是不是这份文件气到你了 进 你去给我盛备咖啡 顾总 市场部筛选出了一批 国外具有潜力的人工智能公司 他们当中80%都表示很期待 与陈兴达成合作 但是在他们发来的意想函中 都提到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 他们要求核心技术不共享 专利知识产权归其所有 我不同意 未来陈兴研发的智能技术 将不局限于依靠知识产权来引力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 开放原代码 让全社会共享核心技术 好 那我先终止他们的谈判 另外 还有一件事 就是公关部的总监位置 空缺一段时间了 这是人事部那边提交的 新候选人提名 这颜值 这气场 要是能给我掰一半多好啊 乔叔好 顾总 你看谁来了 小月 你这是又在玩什么游戏 小月 你这是又在玩什么游戏 顾总 我是来面试的 顾总 我是来面试的 那原来面试总监 是她的指示吗 你为什么要选择公司公关部总监这个职位 还有很多其他空缺 我最想做的职位是总裁助理 可惜你又不招 那我只能推而求其次 选一个和你配合最多的岗位了 顾总 您的咖啡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招谁惹谁了 可别拿我当枪使啊 我是顾总的助理 樊兴 千语 你不是不招助理吗 凭什么她可以 小月啊 来 这杯咖啡给你喝 别闹了 不行 我要和她竞争上岗 我不信我还比不过她 樊兴是让人心烦的那个 樊兴吗 是天上星星的樊兴 我是冷月 美国加州大学国际贸易系研究生 在校期间获得过校长奖学金 毕业后在英国金融城 有过两年的投资管理经验 还曾担任过上市公司的销售部总监 我精通三国语言擅长滑雪 潜水 戈尔夫 那么你呢 天上繁星 顾千鱼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只是演个机器人 为什么还要被获参与这种职场内卷啊 疯了 难道我要告诉她 我是护士专业毕业的吗 好歹当年姐妹我也是优秀学生 奖学金拿到手软好吗 而且在医院连续三年都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医护人员 我骄傲了吗 怎么 学历经验背景 没有银药拿得出手 开得了口吗 那还敢做总裁助理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你的脚怎么了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扭道了 不会是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 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啊 冷总没有安排她来面试 应该是冷小姐自作主张 她还在里面吗 冷总让我过来看看情况 别说 别以为你包了冷总的大腿 就想把过去摔开 我们俩是注定要绑在一起的 天冷了 多穿点 要不然 下一个病倒的可就是你 下一个病倒的可就是你 你是我选中的助理 谁都不用怕 秦宇哥哥 你怎么这样 小月 论学历 资历 还有家庭背景 繁星可能都不如你 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觉得她好 我喜欢她 我喜欢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